好,大家好,我是杨姐。今天是8月30号了,这时候你看太阳已经稀垂了,但是温度还是34.7度楼顶啊,但是我楼顶有风,啊,站在这上面还不是觉得很热啊,古州的高温啊,还没有走掉。 你看这时候,我楼顶啊,还是太阳暴晒哈,但是平时的多肉啊,能量还可以啊,大家看一下我的荷辣,我后马还不把他搬到这里来啊,有的时候会给他一点水往上,特别这一株啊,58的,很漂亮,我一直在找,没有遇到哈,没有遇到, 小的啊,还是没有大的带种大气啊,大家看一下,小盆的多了,特别喝啦,我觉得要买大一点的,多桶一点的啊,更好看,像这样,长成手盆花的就漂亮了。 那我秋天的时候,要给他移盆,盆子要,呃,用这个板凳花,准备去买板凳花再买几个回来。嗯,这个同时种的单头,这个没有抱头啊,很奇怪,没有抱头。 还有像鲁士十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时候在夕阳的照射之下,大家看一下,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嗯,我这里面总共有五棚,其实有七棚啊,那边有一个小棚,有一个还是老庄的。 啊,总共就是买了七棚。啊,这一棚是那个,蓝丝脸,大家看一下,都有一点汤大饼啊。啊,这个枯叶就不管它,在等几天,就降温了。我们降温可能要到,呃,中秋节啊,所以楼顶多了,还要再冷寿几天,但这时候没有40度了。 啊,温度大部分在,37度之下。 啊,这一棚也是鲁士十里,老庄的,他后来,自己就抱了,这么一些头出来,大家看一下。 底缘之物也,也干掉一个头啊,你说怎么说。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皮丝的。 所以说,多肉,他,干掉了,也不能说,他,跟他的什么,什么问题。 你看看看,这里也干了一个头。 这个是那个,贝拉多辣啊。 哇,但是还有那个,窝柳,窝柳有要有杀,大家一定要杀窝柳啊。 有的你们,多肉贝窝柳吃了还不知道。 那我在现在的这段时间,他那些枯叶露掉了。 经常看到那个窝柳壳。 窝柳壳壳啊。 好像这个头又不行了啊。 哇,真的。 真的。 真的。 好像硬一点干了啊。 硬一点这样,憋也进去了。 什么意思也不懂。 哇,气死我了。 太热了。 再看一下。 要把这些烂掉的掰的哈。 烂掉的掰的,等一下用多菌磷。 这个可一定要,要用多菌磷磨一下啊。 这样有怨啊,有怨。 都是苦液。 。 你看这是,那个菱磷。 菱磷也可以的。 哎呀,不皮湿的啊。 真的。 真的。 怎么说。 怎么说。 上来啊。 上来露枯叶的。 你看。 你看这个应该是,白鹿啊。 在不降温啊。 你让它怎么办。 我家里的山盆高贵还是可以。 还不错啊。 这个也是侧银吧。 你看。 一片就这样枯了。 我觉得应该是,浇水嘛。 可能。 这样才枯一两片还可以。 哎呀。 这个。 你看。 灰姑娘还可以啊。 灰姑娘。 麻麻糊糊的。 这个。 这个椰子有点可以啊。 纳姆汤。 真的不能碰水的。 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来了啊。 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阳光。 还是这样子啊。 这时候温度还是35度。 刚才说了。 但是我楼里因为风很大。 大家看一下。 还要有风啊。 没风。 没风都死了。 没风都没了。 真的都挂掉了。 要没风啊。 三色井。 自己的手棚挖三色井。 秋天的时候怎么给它放棚。 感觉。 盆子有点小。 大家看看这个单色井。 放在这里很霸气的感觉。 细绸面纱。 弗兰克今天早上发现啊。 黑虎一盆了。 空盆了啊。 现在就沉闷路还可以。 沉闷路。 那天也给大树的。 要不都很干。 还有冰玉去那边看看啊。 鸡尾湖。 不知道也没长了啊。 这个头长挺大的了。 我现在就看到这个东云系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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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一下。 这个 qualitative Coron van 这个年的飞蛐。 这个背鱼醉花也没了。 醉花啊真的。 不懂怎么说他喾。 这么漂亮的醉花啊。 也给大家水了。 也给水了。 还是不行啊。 就这样子干了。 降汲太慢了啊。 快一點 可能還能挽去過來 太熱了 這個廣寒宮怎麼歪的 怎麼歪的 這個都跟草一樣 再不降溫 怎麼會發羹 發不了羹 感覺這些葉片都有點畫素 這個 有點畫水了 乾掉了 哎呀 幾乎怎麼歪還能夠看的 底下的葉片都在消耗 都在消耗 只剩下一株這個富蘭克了 再不降溫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還好樓底這確實風好大 這時候站在這裡不怎麼熱 中午可能我哪個上來說也有風 沒風真的都沒的 沒風真的都沒的 恐怖恐怖 好 今天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謝謝大家關注 喜歡的可以收藏轉花 拜拜